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11月8日的《Semenset News》 今天主要想说的是美国的中期选举 以及少少关于气候变化问题 如果说天气的话 现在英国 当然这个雨季风季在冬天出现 这几天其实伦敦或英国天气都非常不稳定 今早有点点阳光 突然现在又恒风恒雨 也有时有点阳光露出来 真是不知道想怎么 至于说这些之前 想说的是中国驻港港公主 居然有五亿零八百万买九龙半山超级豪宅提山 还要是一个最大的别墅一号 再加三个车位 再加五点零八亿 买家就是中央驻港港公主 不知道是否实施国安法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很辛苦 要用五点零八亿 某个豪宅 然后也不知道谁进去住 究竟是最大的进去住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政府机构 根据印花税条例 中央人民政府 特别行政区政府等等 那等买这些这样的 property 都无需要缴付任何的印花税 即是说香港政府少收这个税行 容不了在民生上面 但是亦都给国安公署享受这个荣华富贵 实在不知道为什么 那我们再参照美国中期选举 美国中期选举 其实过去一直都不是那么多人去关注的 因为始终都是美国国内的一个总统大选之后两年 然后就是一个中期选举就关乎这个参重量院 究竟会不会有这个政权的一个或者是那个权力 会不会重新分配 重新洗牌 但是在这个乱世之中 包括战争 再加上这个经济的下行的压力 或者那个趋势都去下行 其实现在在美国国内的民众对于未来前景非常忧虑 所以就希望用选票去换取一些新的气象 希望可以改变现状 所以今次美国中期选举就再次备受关注了 也都关乎特朗普能不能重新执政 在两年之后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 就是广大民众都是关注这个问题的 那么这个今次选举就是英国时间的今早 我们今早的11点开始投票 那就是东岸时间 美国东岸时间今早6点了 至于我们今早知道这个结果 相信我们要去到最快 最快在凌晨12点到1点就会有一个初步结果 而当地时间的晚上7点左右就会结终 那我们先关注这个拜登情况 那么拜登在两年前就上台之后呢 其实都被受一个关注 就是究竟他那个健康状况啊 或者他那个神志上面能不能够 就是担当到一个总统的一个职务 那么繁重的职务 重要这个总统不是其他国家的总统 是美国总统的这个繁重的职务 那么所以拜登的情况未受关注 那但是当然过去两年呢 我们见到拜登的在对华立场啊 甚至对于这个俄罗斯 就是俄罗斯在这一年里面的主族 究竟他做得充不充分呢 就是他的工作究竟是不是刻如其分呢 其实都似乎又不是特别好 就是面对俄罗斯都要那么大威胁 但是如果特朗普执政的时候 会不会发生这件事呢 或者如果特朗普执政的话 普京会不会真的被人打低呢 这个当然不能够这样假设 但是我们见到就是拜登 其实在这一场领导这一场 对抗俄罗斯战争呢 似乎那个效果就不如理想了 但是我们见到就是拜登 这次就是礼拜一就是拜登在马里兰州的站台 因为那个关注他神志的问题 就算好像是一个很正常的造势 都被人觉得他是会不会神志的问题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找人站台 谁站台呢 就是为这个叫做Westmore的人站台 是候选人 但是呢 就上台一直都不出Westmore的名字 就说这个 就是the next governor West,West,West,West 那用West什么呢 就是Westmore 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条片 那究竟拜登真的不记得 还是真的想大家见到他有哪个名字 会不会是这样呢 总之就是拜登的神志状况 始终都会被受到关注 那么拜登在台上说什么呢 就呼吁宣民投票 更更说其实这一票呢 对于决定 其实对美国的十年的模样 就是依靠你手上的一票 也都说如果共和党真的掌控到众议院 将会令到民主党过去政府所做的一切 就付出流水 那样说 但是其实民主党在众议院的那个 就是那个调查啦 或者其实那个大势呢 似乎都是会拱手相让给共和党的了 那其实呢 就是因为拜登在上台之后 其实那个执政的能力呢 都似乎是相对较低 或者是没东西做到那样 那所以呢 其实拜登的支持度呢 根据Ipsops的一个民调呢 是已经跌到百分之三十九 亦都是上任意地伸低啦 是加剧到公众或者外界呢 对于民主党可能在中期大选面临重创的忧虑 或者基本上就是对于民主党的信心啦 那所以意味着共和党人赢到众议院控制权的机会呢 是上升 甚至可能赢了这个参业院 就是说共和党在这个参业院 和这个众议院都可能呢 是全面掌控回这个控制权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民主党是一个完全笔脚鸭政府 即是说虽然你是在这个总统 你是民主党总统 但是其实国会里面完全是共和党控制的话呢 根本上民主党是完全做不到任何东西 美国中期大选呢 就是四年总统任期中间举行 所以上次就是一半年的时候 影响参与众党院的权力分布 那么当时呢 特朗普执政的时候呢 都有这个权力的分布的转移的 那总之 现在的众议院的分布呢 就是四百多席的众议院里面呢 二百二十席是民主党人 二百一十席是共和党人 其实相差不多的 另外有三个空决的席位 那么至于参与院分布呢 五十个共和党人 四十八个民主党人 另外有两个独立人士的 那么 那么 众议院的那个议席的任期呢 就两年而已 那么 那么今次全部讲 刚才讲四百三十五席呢 是都有待争夺 那么至于参与院的议席呢 是六年任期 那么今次呢 就有三十五个席位呢 是需要重选的 牵涉到就是三分之一的议席 那么另外有三十六个州长席位呢 是有待选出 那么 那么现在的形势就是说 如果众议院 共和党赢得多六席的话呢 就可以取得大多数议席 控制这个众议院的了 那么就是 但是众议院当然 都已经算是叫做混操成圈了 那么至于参与院呢 就相对是比较争设一些的 那么如果 如果共和党是比民主党 拿多一席的话呢 就可以掌控了参与院的了 那么刚才说 如果参与党党都落入共和党手中的话 根本上拜登政府呢 可以说是完全是挥脚合了 一点点就是说 那个众议院的议席呢 是应该是民主党二百二十席 共和党二百一十二席的 那么所以这条数是对的 就是说如果共和党 拿多六席的众议院议席的话呢 就可以拿到大多数议席 就稳租成圈 那么就说如果参与党都落入 这个共和党手中呢 那么拜登政府呢 基本上可以是 完全不一样的了 那么如果根据这个 这个弗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的预测呢 共和党人很容易就拿到这个 这个众议院多数议席啦 估计可以拿多二十四席 刚才说就是说拿多六席啦 但是现在估计就可以拿到二十四席 拿多二十四席 那么所以呢 甚至可以在参业院拿到过半席位 那么就算共和党 只是拿到众议院的控制权都好了 其实都能够足以瘫痪拜登政府未来两年施政的啦 那么所以立法僵局呢 基本上都肯定会发生那麽仔 那么如果掌控参与党呢 刚才说了 基本上呢 拜登的那个政坛呢 都可以 即是那个政途 可以 基本上可以终止他啦 但是另一个政途 说的 不拜达朗普的政途呢 会不会就是重返政坛呢 那么民主党的立法的agenda 就会受影响啦 那么民主党现在说的就是包括环境啊 医保啊 和一些社会的项目的巨额的议题呢 那些法案呢 相信就会受到阻止甚至结束啦 那么至于另一边相共和党的立法议程 包括什么呢 当然就相对右翼啦 就是大家联想回 在两年之前特朗普推进的东西 包括就是边境安全啦 執法开支啦 另外就是化石燃料开场等等啦 那么就算如果参众两院是权力平均分配的 那就是说其中一个党的控制其中一个院呢 其实同样都会有一个不作为的状态 或者一个僵持的状态 或者停摆的状态 都会合入停摆的啦 那但是另一样的就是如果 如果共和党控制到两院 或者其中一个院的话 共和党会不会报复呢 那例如是什么呢 特朗普牵涉在内的这个冲击国会的事件啦 即21年1月的时候那个冲击国会的调查啦 一直都是民主党的优先来的嘛 另外就是堕胎啊 医保啊 投票权等等的定证会 本身都是民主党的重点来的 那但是如果共和党控制到国会啦 那就可能会转移到目标啦 相信都会是共和党 如果是拿到控制权之后的一个重点啦 另外包括就是移民政策啊 阿富汗撤军的混乱啦 以及就是这个武废的起源啦 这个呢 才是一个 就是大家都想关注 其实这个武废起源 现在民主党基本上 都基本上是没有理到那个COVID的起源啦 那但是如果特朗普真是重返 或者共和党控制了政府的话 相信这个COVID起源呢 会是其中一个重点之一啦 那邮递选票呢 大家有印象的话 在总统大选的时候呢 都牵起一个很大的争议的 究竟那些邮递选票是否计算在内 那所以特朗普输了之后呢 也都有归咎于这个邮递选票的问题 这次来说呢 都是一定会有相关的争议的啦 那一般来说呢 民主党人呢 都是倾向做这个邮递选票啦 那据报呢 最少三个主要州份的共和党官员 和候选人呢 是争取取消数以千计邮递选票的资格的 而其中不正法尼亚州的最高法院裁定了 如果选民未有在信封上面 著名日期呢 那封选票就不应计算在内 是足以左右赛果的 而威斯康星州呢 共和党人都赢到一项法院的裁决 如果邮递选票上面 没有列明这个见证人的完整地址的话 有关选票都不会计算在内的 另外就是加上这个马斯克的endorsa 那马斯克就说 美国选民呢 是应该要有一个独立思考 就希望大家在国会中期选举投票支持共和党 那但是当然啦 他又戴头盔的 那就说 如果两党共享权力呢 就被一党独立理想 那样 那一直都关注啦 如果马斯克 就是 马斯克收购了twitter之后 究竟特朗普会不会解禁 会不会在twitter上解禁 那这个问题呢 暂时都没有答案的 他都没有提到 究竟特朗普的account 会不会可以开回 那但是大家都知道啦 就是政界 为什么会在twitter上那么活跃 无论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相信这个trend 都是特朗普带头的 始终特朗普利用twitter上去以证啦 可以这么说啦 以证 为什么说以证 因为基本上大家那时候 已经没什么怎么留意国会的新闻了 讲的都是留意特朗普的twitter 特朗普在twitter说什么呢 其实都可以被视为一个 未来的政策的方向 甚至乎 是一个舆论的主要的方向 那这个是特朗普其中一个 他自己其中一个很成功的一样东西啦 但是大家买不买呢 就其次啦 刚才说美国中期选举一直都不太受到关注的 但是2022年今次为什么受到关注呢 因为怕嘛 就是怕什么呢 怕这个前景 美国人自己都很怕这个前景 美国现在气氛呢 相信都非常暗淡啦 如果有美国观众就可以分享一下 究竟现在美国人的担心的问题是什么 或者它的恐惧是什么 那如果美国人呢 就是基本上你全球大国 都要去一个恐慌 或者它感到惊恐的对于未来前景 那全世界人 是不是都有这个危机感呢 会不会需要有这个危机感呢 而大家知道美国发生的事都不会只影响美国 那么简单的嘛 就是美国的任何政策 或者美国的取态都影响了整个世界的取态 好了 那如果大家觉得特朗普时代是一个异常的状态 那但是今次看完今次大家倾向共和党 相对倾向共和党 有近300人呢 是获得特朗普去引多去支持 那的话 其实会不会变相就是一个 回到基本部呢 究竟特朗普这个人虽然很受争议 但其实某程度上会不会反映了 如果美国人都想有这个冲击呢 始终现在民主党都上台两年了 拜登政府上台两年了 究竟对于世界的这个这么纷乱的状态 其实会不会需要一个狂人 大家都觉得特朗普是一个狂人 需要一个狂人才能够去处理到这个这样的纷乱状态呢 刚才说有300个共和党人就获得特朗普的endorse 而其中200人的打什么牌呢 就叫做anti-democratic line 即是打这个民主党的谎 这个line是去做竞选的那个主调的 所以其实他们认为特朗普上次总统大选是胜选的 只不过是民主党是偷了这个选举的结果 觉得这个选举结果是有缺陷的 也都有人觉得这个很攻击性 就认为这个戀同匹政府或者这个阴谋集团 就管理这个美国政府 当然这个很明显就是共和党的非常右翼那边的一个言论 就觉得拜登政府是一个阴谋政府 另外再来看就是特朗普究竟两年之后 会不会重返美国的政权核心 再次成为一个美国总统呢 其实那些信息都慢慢在近期就出来了 周一即昨天晚上 特朗普就在俄去俄州一个集会上公开表示 下周二即11月15号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 即他自己主场就会发表一个非常重要的声明 那外界普遍预计他会什么呢 就当然宣布重新竞逐这个总统 那其中一个造势的就是早前 即FBI又搜查特朗普的预所 这个其中一个特朗普是出来说一堆东西的 或者是一个变相造势的一个举动来的了 那再看完民调呢 拜登民望的下跌了 那所以特朗普呢 重新入住白宫的可能性呢 其实又越来越大了 那现在的形势其实会不会就是特朗普的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呢 那拜登不受欢迎 另外就是国内面临经济衰退 另外就是非法移民的危机 那再加上这个crime wave 那国民呢就自然不想求变的了 即民主党政府似乎不作为那样 那究竟会不会需要特朗普回来呢 好了 跟着这个欧洲战争 当然啦 美国的主题就是如果用二战的角度 美国一直都不希望直至参与战争 因为现在再加上北约这件事存在 对嘛 如果北约开战 那美国一定需要参战 因为它是北约的主要成员国 那究竟特朗普 当然特朗普一定比起拜登在这个战争的主题完全不同 那如果特朗普在这个战争上面的主题 通胀问题呢 是在高企 现在美国就超过百分之八的通胀率 那特朗普离任的时候呢 汽油平均价格就会加轮 就是2.37美元 现在升到3.8美元 那当然这个也都未必是特朗普可以控制到的了 因为现在俄罗斯用这个能源勒索 但是又可能会有一个憧憬 就是如果特朗普在这里 会不会没有这个问题发生呢 所以这些因素都会成为特朗普 可能重新入主白宫的一个因素之一 那另外对于这个经济信心崩溃 华尔加日报的民调呢 就是白人郊区的女性选民 相当于选民的百分之二十 在2020的大选里面是相当关键 那现在这些选民呢 是支持共和党人反而领先15个百分点 那就是这些选民呢 有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取态来的 那如果特朗普呢 就是特朗普的问题就是之前太过口大 就是什么都说得很大 那如果特朗普真的想重新入主白宫的话 有什么策略呢 会不会是比较mild一些呢 就是收回一点点 不要脱疆惹马 那这次特朗普就仍然没有join到twitter 就是说未rejoin twitter 就是马斯一未开放回帐帐给他 那可能没那么好战的 那也都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前瞻性的一些 或者务实一点需要解释 究竟怎样american first 而不是made the american great again 那会不会是比较稳粗性劝的一些呢 如果这个取态的话 会不会令到中间选民能够去支持特朗普呢 因为之前特朗普都是丧失一些中间选民的支持 那如果特朗普能够克制一些打这场仗的话 相信很可能会吸引一些中间选民的 那大家可以联想一下 如果特朗普重新入主白宫 再加上如果Boris Johnson 重新在两年之后 又是刚刚两年之后 在英国的大选 general election 究竟会不会是BJ 再加特朗普的组合 重新回到这个世界呢 而日前BJ在COP27的活动上面 没有批评到特朗普的 也都表明不希望 就是回答关于特朗普的问题 那所以 会不会是真的有这个局面发生呢 我们不知道 那当然啦 现在讲2024年呢 仍然上早的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联想一下 这个局势呢 会不会重现啊 那但是讲大选 这些大选之前呢 加拿大总统的道路多 就有一个言论 就要指责中国 指责中国想干预大选 干预他们自己 加拿大的联邦大选 这个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就是究竟中国在各个国家的大选里面 究竟中间的干预问题 大家需不需要处理呢 而现在加拿大 加拿大一向都被指责 是相对没那么激进 对于对华的立场上面 但是现在道道多都出来说 就是说中国在玩这个激进游戏 那是什么呢 加拿大的情报机关 发现了这个秘密的网络 就说北京就是用这个金钱 就向这些熟义的候选人 就给他们钱 那在2019年的大选里面 是有11个候选人 就是获北京的支持的 那那些人会做什么呢 北京当局就会向那些候选人 发放资金 然后就会派人做这个竞选的一个顾问 那而其中一个案 就是说安大陆省一个省议员办公室 就是提供25万家元的资金 那谁做主导呢 那当然就是这个中国驻多伦多灵事馆 就是希望安插一些人进去办公室里面 就影响那个政策的议定等等 也都会去拉拢或者笼络一些加拿大官员 就希望在这个权力核心里面 就争取更大的影响力 那这两个干预或者叫介入 目标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杜鲁多的自由民主党 和这个在野保守党 但其实我们不知道 或者其实这个政务机关都不知道 究竟这些操作是否成功 但杜鲁多都相对强硬 都罕有那么强硬 就说这些很不幸地说 就说这些国家包括中国 是继续干预加拿大的民主 和各个机构 是做一些侵略性的 侵略性的举动 或者做一些侵略性的游戏 玩弄侵略性的游戏 那中国的回应是什么呢 中国没有兴趣插手加拿大的选举 加拿大应该要停止破坏 損害中加关系的行径 但是其实此前都已经有些报告 出出来就是在不同的欧洲国家 都有这个中国派出所 但现在王家骑警都有一个报告 就说在加拿大里面 开设了一些非官方的派出所 欧洲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 那就是说其实已经有一个铁证 不单止是欧洲里面 加拿大都有这样的非官方派出所 发生着 那大家各国是绝对需要留意 究竟中国对于你们的选举 有没有这样的infiltration 但是之前德国被受关注 即是倾向和习近平有一个对话 书以辞 究竟德国能不能重新唤醒他自己面对的问题 德国之前就要买汉堡港给中资企业 但现在可能阻止Almos 向中资公司出售汽车晶片生产线 但未有这个作实 未知道是否真的这样 希望阻止中国再接触 或者收购到这些战略性的企业 好 我们来到气候问题 刚才说我们刚刚录的时候 实在是横风横雨 但现在见到爆光了 因为我教不了光圈 就是因为这个非常之好太阳 所以这个气候问题 的确大家是需要受到关注 而现在这个拉里纳现象 相信未来这一年都会继续发生 那什么叫拉里纳现象 其实就是这个厄尔尼洛现象的对立 预计下年二月 英国会出现这个水浸风险极高 警告155万家庭 将会受到影响 而这个拉里纳现象 是连续第三年出现 亦都是有纪录以来的第三次 那拉里纳现象大家未必那么熟 因为之前听到都是什么厄尔尼洛现象 那拉里纳现象就是会特别受到热带风 不是热带风暴 是热带风影响 那事源就是因为太平洋的水温 是会比平时低一些 那变相呢 那个令到那个风向 就是那个东南信风 大家如果有读了 应该会知道 东南信风就会将这些水 推向这个太平洋的西部 即是说这个亚洲的东部 令到那边的水温就会提高 然后在这个太平洋的西部 那个风暴就会多了 那边的天气就会很受影响 低位度一些就会多一些风雨 但高位度一些就会非常寒冷 所以总之就是一个天气反常的现象 那至于太平洋的东部 即是说美国的西岸 即是说美国的西岸 就会发生一个異常干燥的状态 那至于英国这里 就会受到这个 就是太平大西洋的北部 就会有更多的风暴会发生 那如果看回去年 即今年年初 就会有这个这样的现象发生 包括什么呢 那就是这个二月的时候 一个礼拜之内 有三个风暴出集 包括就是Storm Dudley Storm Eunice 和Storm Franklin 那就是Storm Eunice 大家记得的就是广泛地区停电 140万家庭受影响 那些东西都烂了 包括O2的幕吹到翻起了 那另外就是5万5千户 四日没电 经济损失超过3億6千万英镑 而去年二月其中一个礼拜的降雨量 是全个月的总降雨量的180% 但是那个反常状态会令到什么呢 刚刚那个暑假过去的那个干旱状态 是很严重 但是大家可能现在那个限水令 是仍然未去scrap的 为什么 因为其实那个干旱状态 是会令到那个水不能够落到泥土那里 那其实这个也需要一个万丈的时间 就是过去这个月里面那么多雨水 大家会想 为什么不会 就是为什么不scrap了那个限水令 那样 问题就是因为 那些降雨 只是一个非常之低的percentage 可以去回那个 就是滋润这个大地的 那所以其实那些水是会流失的 那所以其实现在那个COP27的 那个时间也都令到大家更加掀起 去关注这个气候变化问题 那如果这个全球在这个2050年之前 是未能够达至这个 令到去到全球升温1.5度之下 其实掀起的问题会非常之多 那主要的就是因为北极溶冰 令到那个全球海平面上升 那这个海平面上升呢 会令到很多地方都陷入一个水灾的状态 那这个就是因为那个温度 因为其实北极的水灾到呢 令到下面低位度一点的 那个海洋的水的温度都受到改变 到时全球气候呢 都会面临一个非常之大的反常 好了 那英国究竟会做些什么呢 那三位成上台之后首次外访 那就是希望大家记得上年大家的承诺 那就是说一定要共同去限制全球气温 上升1.5度之内 但是今天的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这个集体意志 能够做到这个目标呢 三位成就说一定会stake to自己的pleges 那他就兑现116亿英镑承诺做这个气候融资 当时就会将个涵接资金 就会在2025年之前提高3倍到15亿英镑 那也都说普京入侵无人能并非这个减牌借口 而是这个相反就是要推动大家去做这个减牌才对的 而英国就说会同身投资这个绿色基建 就是帮国家尽快达至这个结智增长 就是去到这个6千 牵涉的投资是多少呢 是6500万英镑 那但是英国是不是真的做得这么多呢 就是虽然英国在过去一年里面 就是因为他首先是COP26的主席国 那所以一直都在这个气候变化应对 以及这个绿色议题上面 是就是好像走得很前那样的 那包括就是2030年之前 我们已经需要去摒弃新的petrol 和新的diesel的汽车了 就是说鼓励更多的电动车来到 那电动车上面呢 英国政府就说2028年之前 就是说2030年之前的两年 就希望将电动车的销售提高到一半以上 去到52% 但是去年呢 只有11.6%的新车 新电动车落地 那究竟怎样能够做到 电动车主导英国的汽车呢 其实是非常之困难 那所以其实呢 英国的一个叫做气候变化委员会 对于英国的政策 是有一个都很大的批评在里面的 那希望政府能够去重新审视这些目标 那而英国就想2035年之前 达至结症的能源 是达至这个结症的 source 那就是由90年到去年呢 因为这个燃煤发电厂关闭 推动太阳能风力和核能呢 的确发电厂的污染排放 是跌了73.4% 跌了七成多 但是英国的策略 未能够 即害怕未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那因为呢 其实那个insulation大家都知道了 那些屋的隔热装置呢 其实英国是有一些非常之差的屋呢 是未能够做到那个能源效益的 那也都执行得太慢了 那至于那个能源上面呢 英国其实已经是这个 这个离岸海上风力发电的先驱了 大家都知道 英国有一定部分的电力 的国家电网的电力 是来自这个风力墙的 但是这个系统 需要更高的一些储电装置 去应对无风的时间 但是同时间 英国政府就批准了 北海石油和天然气的 新陷探合约的牌照 而联合国已经反对 这个新的化石燃料的项目了 所以英国政府其实需要 真的要stake to 除了这个投资之外 更加在这个政策上面 是需要多些辅工 才能够做到 英国政府所说的一定的目标 好了 今天是11月8日 新闻室的The Newsroom到这里了 我们礼拜四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